大家來看一下這題喔 他說fs為三次多項式 這樣行不行 麻煩你把三次圈起來 這樣行不行 他說f0等於f1等於幾 f2分之三等於0 這就要什麼意思 我先看好不好 f2分之三等於0 代表fs被2-3會處於幾?0 f-1等於0代表fs被a加a數會於幾?0 f0等於0代表fs被ak數會於幾?0 所以根據這句話 老師可以馬上得到 老師可以假設 假設被除四次才fs 被幾除被aks s加1以及2s-3除 除下去得到一個34 再加上於4與幾?0 所以說可以寫成被除四 等於除四乘上30 加上於4與幾?0 但寫到這邊請注意一下 fs幾次?3次 題目已經說了 這三個相乘也是3次 可見這qx的地方 它可以有x嗎?不行 所以說我這個34的地方一定是個什麼項? 殘數項 所以說這時候我可以把fs 好不好 把假設成多少? 把假設成a倍的aks 乘上a加1 乘上2a-3 加3 0 要不要寫了?不用了 所以說我把這as的地方 把這34的地方假設自己 a加1行不行? 因為它只是個殘數項 所以說我把假設自己a 所以fs就可以寫成這樣子了 那麻煩你把a算出來怎麼算? 屏幕說f3等於幾?18 所以說麻煩你aks用幾代?3代 f3代下去3 3加14 6-3 3 339 94 36 36a會等於幾?18 所以說算出來a就是其1 2分之1 這樣行不行 算出a是2分之1之後 第二步fs怎麼寫? fs a自己2分之1代進去 所以fs怎麼寫? 2分之1乘3 aks 以及a加1 以及2s-3 這樣行不行 那題目求幾? 求f4 所以說aks用幾代?4代 2分1乘4 4加1 5 248 8-3 5 所以說乘起來當多少? 50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麻煩把這邊看一下